《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 就是《專家開咪》這部份 我們也是談談房屋方面的政策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九龍樂線堂總幹事劉愛思Alice Hello Alice 你好 Hello Grace 你好 還有Tony 我們的嘉賓主持 Tony 居住問題一直都被受社會關注 特別是基層住屋 上屆政府有過渡性房屋 這屆政府有簡約公屋 原來不經不覺 過渡性房屋已經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特別就是 我知道不少NGO都參與其中 其中九龍樂線堂過去都有不少項目 怎樣看過去幾年 過渡性房屋計劃方面的進展 變成你們是專家 由零開始 五年的時間 我們樂線堂其實是第一間機構做過渡性房屋 我們也是最多模式 譬如說 當時有愛心的地產商去捐出一些限制的舊樓 讓我們就做回身 這是第一個行為九龍城 之後就改裝了我們一間小學 在九龍城的龍崗 另外也都用這個組裝合成法去興建一些組合屋 去提供過渡性房屋 而在疫情的時間 我們其實都用酒店的模式 從一些酒店的業主去談 我們就租了全棟的做過渡性房屋 模式是相對上多 但是戶數也有很多不同非牟利的機構 都提供到很多的單位 而過去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學習 當然裡面譬如翻新舊樓 或者是 那些光房 或者改了學校和酒店 其實是最快去投入服務 可能是兩至三個月 因為日現成 就已經可以投入服務 去幫一些輪候高屋 最少三年或以上的基層的家庭 旗下遍及不同的項目 剛才都說了很多 包括唐樓、校舍、酒店 以至官地上面都有 是啊 最主要其實是 這個過渡性房屋 是一個新的東西 對我們倆的模式 其中就是希望那個速度可以加快 希望馬上可以幫到一些 居住得很差的環境的家庭 這方面其實是五年 五年方面 現在回看後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或者有什麼難忘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其實都 洛杉堂就住我們過去五年的 過渡性房屋 我們跟香港大學都做了一個 研究的調查 我們發現 因為大部分入住我們 過渡性房屋的居民 都是有孩子的家庭 他們無論是成長 或者是在學業的成績 親子的關係 都有八成或以上的轉變 轉變是正面的轉變 譬如小朋友的學術成績 其實有九成多 他的成績都有顯著的 這個居住來說 對他們來說 真的很大得益 因為周邊環境 對他們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他們的精神狀況 很多時候進來過渡性房屋 可能他們以往住劏房 或者天台屋 他們的經濟 或者他們居住的環境 而令到他們的精神健康 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進來之後 其實他們正常吃藥之後 也是穩定了和換和了的 我想對於整個社會的效益 未必只是提供一個住房那麼簡單 整個家庭的關係 和一個社區的精神健康 我們都可以投入服務給他們 Gracia 其實我去參觀過的 九龍城那裡 我和一個小朋友 聊天 聊天 他在那裡打球 他說開心很多 變成有機會運動 又結交到朋友 在這裏來說 對他們的成長 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放些錢去改裝 不只是給他一個空間去存 是的 其實對社會將來的得益是很大的 在這方面 但是你們不熟悉的 你們都不是搞發展商 又不是蓋房子 在這方面 要你們做這件事 或者你們參與的時候 其實碰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我想最大的困難是技術性的 因為本身非牟利機構 不會有資源去聘請一班 比如建築師 建構工程師 或者測量師 這一類的專業人士 在我們的團隊 而我們大部分都是 比如社工的同事 醫療團隊 是整個技術性 對於我們來說 是最大的難度 防衛局也有同事去協助 而我們在大埔黃魚灘的項目 有1236個單位 就是匯德鋒他們借出來 用一個一元的租金去租給我們 那裡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火數比較多 而那個環境或者居民的關係 幸好就有匯德鋒他們的支援 因為他們就起開樓 在這個合作那裡 大家的分工就非常理想 就是他們就幫我們做整個項目 建築的管理 而我們可以專心做我們一些 譬如服務的事情 如何做個規劃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正商民的合作模式 剛才你說了一些技術 尤其是在建造和改裝方面 在這裏對你們來說是新的 入住之後都要管理 沒錯 那裏又是否對你們來說是挑戰 以前我們因為火數不是那麼多的時間 我們通常就可能是百多戶 那百多戶 我們同時就可以有一個模式 怎樣去建立 譬如說怎樣做的招租 那些合約怎樣處理 而居民進來的時候 適應的支援會怎樣 日常的跟進 一些維修 甚至他們要遷出的時候 我們怎樣提供的支援 讓他們安排妥善的居所給他們 這個一條龍的服務 我們由百多戶開始 就已經開始慢慢學習了 有一個很熟練的模式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了 所以在裏面我們也會發現 原來這個模式 也可以讓其他非貿易機構去參考 另外我知道疫情期間 剛才你也提到 你們其實除了有校舍 或者在一些官地上做一些過度性房屋之外 也有全港首個 酒店式的社會房屋項目 易後復償之後 對於這一類的過度性房屋方面 這方面的定位有沒有什麼轉變 絕對有 因為始終疫情之後 通關了 內地的旅客也多了 這個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因為始終香港的經濟也要起動 如果在酒店或賓館 去談一個逐約的時間 基本上我們現在要逐年逐年去談 因為始終我們去中間酒店做過度性房屋 當時業主是給了一個非常優惠的租金給我們的 可以說是他們平日 如果有旅客的時間 他們收的租金 比起租給我們 其實他們是少了三分之一 現在的旅遊業又慢慢起飛 所以酒店 其實我們接下來都會逐多一年 但是很幸運 因為接下來也有不同的過度性房屋去投入 變成了酒店的那些住戶的遷出 也都會相應地 就是填補一個位置 也都多選擇給居民 其實到目前來說 你們的機構 是在籌劃或者正在建成的過度性房屋 總共有多少家人 我們現在有13個項目 因為剛才有不同的模式的項目去投入 過去五年間有13個 接下來有多兩個會再投入 第一個就是在大埔黃魚灘 和匯德峰合作的1236個過度性房的單位 我們預計在今年的年底 應該可以落成 明年的第一季 其實已經可以給居民入住 而這個項目的特色的支柱 也是在深水埗南昌街那些過度性房屋搬過來的 善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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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始終都是公堂 那就無謂去浪費 還有之前都用了兩年的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很短的年期 另外一個就是在彩興路的項目 而彩興路旁邊 其實除了我們角度性房屋 也有簡約公共在裡面 那裡也是一個特色的支柱 首先是八層高 因為暫時角度性房屋 大部分都是三至四層高 而我們那裡是八層高 原因是因為地基本身是一個石底 可以興建得多些層數 還有它是年期較長的 一般是可以用到五至十年 另外也是把我們洛杉堂 在宋王台的組合屋 那108個會搬過去彩興路 一共有336個單位會提供服務 那都是在夏年第一季 應該是可以員工 然後第二季就可以被居民簽入 聽起來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性房屋項目 整體入住的情況是怎樣 剛才也說了 有些都善用 譬如是由某一個地方搬去 拆開後搬去 用到另一個地方 休息回來會說一下這些情況 繼續回來這部份是專家開密 我們專家有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斯 也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Tony姐 謝偉傳 休息之前 Tony我們跟Alice 都說了很多關於過度性房屋項目 原來他們其實都做很多 有十幾個 目前的旗下 過度性房屋整體入住的情況是怎樣 一般年期是怎樣 年期結束之後 又能不能看到居民順利上樓 我們過度性房屋在宣傳那裡 都是相當理想的 我們之前在荃灣的丈山村 我們之前都想過會不會都比較難有人去入住 誰知道當我們 那個是學校的項目 我都記得 學校改建 但當我們招租的時候 其實它的超額都是六倍 那麼多 還有我們同事也去不同劏房做洗樓 那麼就變成入住率是完全是一百個 嘩 你們做很多事很積極 要洗樓 都很勤奮 還有去那些茶餐廳貼我們的poster 都會做 都要被人知道有才行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 劏房屋他們的資訊是相對少的 因為始終要搵食 忙於生活 也都要照顧小朋友 長者來說也都不懂得怎樣去申請 所以同時去洗樓 那個作用是相當大的 還有都會針對 因為我們都經常覺得 如果是譬如荃灣的丈山村 在荃灣區的劏房戶那裡 他們搬遷過來的時間 即是同區比較好 那個社區的支援他們會比較熟悉 這些做法很貼地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大埔都是這樣的 因為大埔接下來我們都要接近租 都是在大埔 譬如廣福道、華人街這些地方 我們去做那個洗樓 去劏房屋那裡 始終我們之前在宋皇台 或者譬如九龍城那些 過渡聖火哥年期都是兩年 轉眼間就過了 很快就過了 是的 而我以宋皇台的那個做例子 其實上樓那個 上公屋那個住戶 都有五成多 另外有三成多 其實他們會去不同的角度性房屋那裡住 因為始終如果角度性房屋那個供應都多了 大概有八個% 他們可能家裡的狀況又不同了 譬如說可能子女出來工作 這樣就變了有多一份的收入 他們會選擇回到私人市場那裡做樓 上不到樓的三成多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資格 還是條隊未排到 因為現在輪候公屋 在上一季最新的數字都要平均是5.3年 而長者是3.9年 而我們一般住在我們洛杉堂角度性房屋 通常都是有小朋友的家庭 還有他們是不是已經排了兩年或者三年 是的 他們通常都是排了四年或以上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五成多就能上到公屋呢 就是因為本身我們在選擇的時間 我們在挑選住戶的時候 都希望他們接下來的兩年可以上到公屋 不過始終都真的要配合公屋的落成期 所以有三成多是會去到角度性社會房屋 譬如有些會進去元朗國外 或者是聖工會他們同心村 那怎樣令到他們去接受這件事 就是兩年又搬一次 那方面呢 有很多人可能對這方面很麻煩 我有家庭、有孩子又要上學 工作的地點又可能 因為搬屋那裡又會造成某方面的不便利 這個其實就真的要社工的團隊去做支援 當我們那個項目都差不多完之前的六個月 我們其實就會緊密地去幫他們做個家房 如果他們有小朋友的時間 他們有一些心儀的地方 我們會幫他們選擇去學校 另外因為最近房屋局他們推出了搬簽的津貼 變成了一個鼓勵性 讓他們搬去其他角度性房屋 即是可以幫幫忙 那裡多一個考慮 那裡也是不少錢的 其實你自己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特別剛才說有些角度性房屋 其實現在供應都多 可能入住的人都會去選擇 也可能在地點方面未必是這麼快 其實可能入住的人都會強差人意 這些其實都浪費了資源 怎樣可以有改善的地方 以我理解其實宣傳是很重要的 而且真的要去到那個區 找回那個區域的劏房屋 去針對性和準確一點 去告訴他們我們接下來有這些資源 有些角度性房屋的資源 以及協助他們去申請 因為始終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有些劏房屋 他們寧願不申請角度性房屋 都住在劏房呢 其實首先是因為真是容易麻煩的 因為始終你搬一頭家 都很多的物資 還有好像剛才Tony所說 如果有小朋友 其實他們會考慮到小朋友的教育問題 怎樣搬校者 怎樣去到一個新的校園去上學 又怕小朋友不適應 我想這方面是需要多些的支援 還有看看怎樣令到他們覺得 其實一個搬遷是真的不容易的 不過在支援方面做得足夠 也都令到他們安心 這些真的要靠你們 在這方面又要預早 又要盡量去協助 無論是硬件軟件 都是真的要把心靈 那你現在政府 真是今屆政府 有簡約公屋 那你過度性房屋 有沒有完成 還是你覺得 他們在這方面 是否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或者適合不同的需求 我自己覺得如果在過度性房屋 和簡約公屋 大家很多時候會討論租金的問題 是的 的確是的 就是過度性房屋 和簡約公屋的租金 那個差距都相對上多 是的 但是你說 始終過度性 我們都覺得 如果一些年期較長的地方 譬如好像我們接下來的採興路 可能它的年期會再長一點 旁邊都已經是簡約公屋 那會不會可以有一個時間 給這些過度性房屋做一個轉身呢 是的 譬如可能 給我們這些NGO的機構 去轉做這個簡約公屋 第一 希望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第二 我想始終我們都有營運了五年的經驗 都是一個很好的模式 跟各方去交流 因為在規劃那裡 其實因為是過度性 其實簡約公屋 它都有一個年期 它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公屋 可能在裡面的配套 或者好像剛才Grace所說 就是硬件和軟件怎樣配合 才可以幫助居民 特別是當他們遷出的時候 我們怎樣發揮自己的方法 都可能會旁旺 因為如果遷出的時候 又是真的未上到樓 其實要由一個過度性房屋 搬去第二個過度性房屋 現在就有你們幫忙 如果在簡約公屋方面 那個安排上面是怎樣呢 這個都可能真的要想一想 你們也有意參與 簡約公屋的營運和管理計劃 當中現在的籌備工作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其實都 之前在五月份 都聽過房屋局 他們開過的簡約公屋的簡介會 以我們理解 就是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下年的年頭 他們會有第一個的簡約公屋 他們會推出來給我們一些非牟利機構 夥伴一些物業管理公司 就一起去申請 而這個時間 我們都跟不同的物業管理公司 去開會去談一下 因為其實大家提供的服務 都有點不同 那怎樣可以幫到我們這些基層的居民 和我們基層居民的需要是怎樣呢 我們這個交流是重要的 那看一下我們怎樣拍一個最佳的夥伴 去一起申請 其實Racher 無論是你簡約公屋好 就是過度性房屋好 其實是想協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改善居住環境 那名字呢 就是我們叫的 其實沒有緊的 最重要是幫助那些基層 可以善居住環境 不單止可以善居住環境 重要呢 就是之後的一些配套 一些服務上面 都要幫他們向上流 那今天我們很多謝Alice 看看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OK 感谢观看